我们来复习一下上部影片所介绍的集数Sigma的内容 Sigma K等于1到N AK等于A1加A2一直加到AN 请同学思考一下Sigma K等于1到4 3K加2怎么写成连加的式子并求其合 这个问题的解答为 我们将K用1到4代入 得到数列3K加2的前四项为 3乘以1加2 3乘以2加2 3乘以3加2 3乘以4加2 也就是5、8、11、14 所以Sigma K等于1到4 3K加2等于5加8加11加14 其合等于38 上述的例子中 数列前四项的合为 除了可以写成5加8加11加14之外 我们也可以利用加法的交换率 改写成 瓜号3乘以1加3乘以2加3乘以3加3乘以4加上瓜号2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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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也可以利用乘法分配率 改写成3乘以瓜号1加2加3加4加4乘以2 都可以算出此级数的合 根据以上过程 我们可以得到Sigma的运算性质 重点1 Sigma的运算性质 1.Sigma K等于1到N AK加BK等于Sigma K等于1到NAK加Sigma K等于1到NBK 2.Sigma K等于1到NC乘以AK等于C乘以Sigma K等于1到NAK 其中C是常数也就是某个数字 3.对于某个常数C Sigma K等于1到NC等于N乘以C 这三个性质的证明方式 只要利用上述的加法交换率与乘法分配率即可 证明 1.Sigma K等于1到NAK加BK等于 括号A1加B1加括号A2加B2加括号A3加B3 我们可以利用加法交换率对数列AK与BK分别做加总 也就是等于括号A1加A2一直加到AN加上括号B1加B2一直加到BN 然后等于Sigma K等于1到NAK加Sigma K等于1到NBK 同理可知Sigma K等于1到NAK-BK等于Sigma K等于1到NAK-Sigma K等于1到NBK 2.Sigma K等于1到NC乘以AK等于C乘以A1加C乘以A2加C乘以A3一直加到C乘以AN 我们可以将C乘以A1加A2加A3一直加到AN 也就等于C乘以Sigma K等于1到NAK 3.常数C的Sigma加总K等于1到N的C等于C加C加C一直加C 第一项到DN项都是C总共有N个C相加总和就是N乘以C 以上就是这三个性质的证明 Sigma K等于1到NAK加BK等于Sigma K等于1到NAK加Sigma K等于1到NBK 就好像是分配率 将Sigma分配到数列AK与BK上 而Sigma K等于1到NC乘以AK等于C乘以Sigma K等于1到NAK 就像是将数字C提到最前面去 Sigma K等于1到NC为N个C相加 也就是N乘以C 这三个性质在计算的时候会蛮常出现 同学要熟记哦 范例一 以至Sigma K等于1到10AK等于30 Sigma K等于1到10BK等于15 试求下列个值 解答 第一题 Sigma K等于1到102乘以AK 我们利用第二个性质将数字2提到最前面去 写成2乘以Sigma K等于1到10AK 就可以得到第一小题的答案为2乘以30等于60 第二题 Sigma K等于1到102乘以AK-BK加4 我们利用第一个性质将式字改写成 Sigma K等于1到102AK 加上Sigma K等于1到10-BK 加上Sigma K等于1到104 然后再利用第二个性质将数字2跟-1提出去 得到2乘以Sigma K等于1到10AK 减Sigma K等于1到10BK 加上Sigma K等于1到14 最后 Sigma K等于1到14为10个4相加 也就是10乘以4 因此第二小题的答案为2乘以30-15加上10乘以4等于85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二侧所学的内容 同学是否还记得 1加2加3一直加到N 与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一直加到N平方的总和分别等于多少呢? 同学们应该有点印象 1加2加3一直加到N的总和为 2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而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一直加到N平方的总和为 6分之N乘以瓜号N加1乘以瓜号2N加1 例如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一直加到10平方的总和为 6分之10乘以瓜号10加1乘以瓜号20加1 就得到385的答案 而1加2加3一直加到N 我们也可以利用σ表示为σk等于1到Nk 而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一直加到N平方 也可以写成σk等于1到Nk平方 而得到以下结论 重点2 σk等于1到Nk等于2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σk等于1到Nk平方 等于6分之N乘以瓜号N加1乘以瓜号2N加1 同理σk等于1到Nk的三次方 等于2分之N乘以N加1 再整个瓜号平方 上述三个公式大家务必要熟记哦 范例二 试求下列个值 解答 第一题根据σ的运算性值 σk等于1到12的值为10乘以2等于20 第二题 我们将σ里的数字5提到前面去 得到σk等于5乘以σk等于1到10k等于5乘以σk等于1到10k 就是1加2加3一直加到10 也就等于2分之10乘以瓜号10加1 也就是55 因此5乘以σk等于1到10k 就等于5乘以55等于275 第三题 σk等于1到10k乘以瓜号k加5 我们先将k与瓜号k加5乘开 得到σk等于1到10k平方加5k 也就等于σk等于1到10k平方 加上σk等于1到105k 然后再将5提到前面去 得到σk等于1到10k平方加5乘以σk等于1到10k 最后分别将σk等于1到nk平方 等于6分之n乘以瓜号n加1乘以瓜号2n加1 与σk等于1到nk等于2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分别带进去 得到6分之10乘以瓜号10加1乘以瓜号20加1 加上5乘以2分之10乘以瓜号10加1 得到385加275等于660 重点整理 重点一 σk的运算性值 σk等于1到n ak加减bk等于σk等于1到n ak加减σk等于1到n bk σk等于1到n c乘以ak等于c乘以σk等于1到n ak c是常数 σk等于1到n c等于n乘以c c是常数 重点二 σk等于1到nk等于2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σk等于1到nk平方等于6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乘以瓜号2n加1σk等于1到nk的三次方等于2分之n乘以瓜号n加1 在整个瓜号平方 我们从上述的重点一得知 σk等于1到n ak加减bk等于σk等于1到n ak加减σk等于1到n bk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σk等于1到n ak乘以bk 与σk等于1到n ak除以bk 会不会分别等于σk等于1到n ak乘以σk等于1到n bk 与σk等于1到n ak除以σk等于1到n bk呢 我们用n等于2来说明k等于1到2 ak乘bk 会不会等于σk等于1到2 ak乘以σk等于1到2 bk 左边的σk等于1到2 ak乘以bk等于a1乘b1加a2乘b2 而右边的σk等于1到2 ak乘σk等于1到2 bk 等于瓜号a1加a2乘以瓜号b1加b2 很明显地乘开后不会等于左边的a1乘b1加a2乘b2 因此σk等于1到n ak乘bk 不等于σk等于1到n ak乘σk等于1到n bk 同样的σk等于1到n ak除bk 也不会等于σk等于1到n ak除以σk等于1到n bk 同学们在使用σk的运算性值时要特别的注意哦 以上为σk有限集数的运算性值的内容 同学们继续加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